全憑他的一雙手,成就一家三戴纳的美美人生 玉太四十年加厨经验,原来就是最紧要好吃 千呼万唤,玉太教主,玉太家常菜,你我都要学 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MyRadio的特备节目 玉太家常菜 玉太,今天煮什么? 梁瓜炆排骨 梁瓜炆排骨很普通 好吃就可以了,又不是贵,是吧? 真的,梁瓜炆排骨很好吃 其实梁瓜,阿太是煮很多种梁瓜 我屈指一算,我们吃太烹饪的梁瓜菜式最少都有五种 挺厉害的,这个是梁瓜炆排骨 好,stop 我们今天说梁瓜炆排骨 梁瓜炆排骨 令我脱了嘴,梁家 梁瓜 你现在是我梁家 是的,这是你梁家,台湾 是的 台湾家世 知道吗?台湾女世 我都会说台语 不如我们明天做个台语版 我说到喇喇喇喇喇就好看 好了,说主菜 那你说我,我说的吗? 我就是腌过排骨 梁瓜洗干净 这些一定的 切,滑了 一会儿我会 不是表演 那前面的一碟碟是配料 配料,有一些是 腌料 腌排骨的料 你说一说就可以了,你不用指的 有些什么腌料 腌排骨 五香粉 胡椒粉 糖 豉油 就是这几样的 就是这几样的 胡椒粉,五香粉,糖,豉油 是的 那我份量的药物是多少呢? 现在这道排骨呢 看一下 这里是烧骨筋重的 你买的我不知道 多少钱啊 这里 我不记得了 八多元 五交二百 百多元 买这些 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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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大佬 鱼大狗 一百八十元 我估计 因为我试过买 一次,有一次买二百元 跟这里差不多 那你买会便宜 一百八十元 这里也 那这个梁瓜多少钱啊? 五十元 台拜 三条加起来五十元 香港买不买到呢? 你记得 香港啊 即十几元港币 我来到台湾 香港的东西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看我们节目的那些香港朋友 你可以留言 告诉我们这三条梁瓜 究竟香港会买多少钱 我们这里有五十元台币 是的 是的 那加起来这个食材呢 就是 二百松点 二百松点 就是五十多元港币 是的 是的 好 那我们念念不忘香港的 所以一定要将它 换算港币 大约多少 但是煮下去就很大碟 是的 炆出来 好 那我们看看阿太 如何炮制这个 梁瓜炆排骨 没煮我已经出汗了 哈哈 好了 那现在就切个苦瓜 头尾 就切了它 接着就切开它 里面就滑了它 那如果滑这些呢 其实有白色的那层膜 可以刮干净一点 但是我们呢 我和阿玉敏呢 就喜欢吃苦瓜的苦味 所以我们不会滑得那么干净 那好了 那接着呢 这个刚才 切之前 滑之前呢 就已经洗了的了 那我就 炆呢 就要大够一点的了 就不要那么小够的了 好啊 那你看 我怕你切得不平均 一些就快滑 一些就不滑 那这样煮熟的时候才很好吃 接着呢 就要煮熟它了 又不是熟 就是过一过水 那水呢 就要加少少盐 去掉一些结味 好了 那现在呢 就煮了大约是五分钟 至六分钟左右 那这就 味道是全部熟的 因为我们要炆嘛 是不是 味道是全部熟 那就拿出来了 那就放在一边先 那我们就来腌排骨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腌排骨先 那第一个呢 就差不多是半茶匙的五香粉 胡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呢 就要多个 多个五香粉的 因为五香粉 只不过是掉味的 那因为你又炆了胡椒粉 那就要炆些糖 糖呢 就一茶匙 那就炆了 好了 然后这里呢 就有两汤匙 那我们就 搅拌均匀 好了 搅拌均匀 之后呢 就下樱肠粉了 樱肠粉呢 就 茶匙呢 就差不多要 两汤匙 两汤匙差不多 是否下水呢 有些人会下水 那叶椰 下少少水 因为你要炆 你不是蒸 明白吗 那你炆呢 虎瓜是好吃油的 要很多油的 所以我会下油 我不会下水 蒸就可能会 蒸排骨 如果有这样 我就下水了 那这里的排骨呢 我就会盛一圈半左右 下一圈半 又不要太多 因为你要煮的时候 你都会下油的嘛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整混它 就腌 腌呢 腌呢 就要差不多 我说话 你不要拌嘴 啊 插嘴 我现在后患 哈哈 这个腌二十分钟 最少要二十分钟 让它入味 好了 我们脾骨就腌够二十分钟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煮了 第一个呢 就下豆豉和蒜头 豆豉 跟着蒜头 因为你油这么滚 蒜头下去很容易焦的 是呀 是呀 所以我通常都要看油如何 现在 看你煮的片子 你看看我镜头 那我又 那我又 英姿 哈哈哈哈 好香啊 好了 跟着放些排骨 哇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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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在看片子的人 你不会觉得香香 我在这里 找过你一家屋 都在一个厅 在厅 在厅 在厅房外面 今天吃就没那么入味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 豉油 我会放些豉油 下去做个色 好香啊 其实排骨要想到的颜色 在厅房外面 也会开胃一点 哇 你看看 你可不可以把锅向这边 给它看 让我近处看那种 有点焦香 你看看 哇 你够一够 大够出来 让我给我看 攝影师傅 看 这样 对 因为这个排骨 是肉排 很好吃的 对 其实说这些 都是要说经验的 你看 这些太太炒了数十年 什么叫师傅 这个世界 经验 我不是师傅 对 為何叫師傅 經意 煮這道菜幾十年 這全都是我家裡吃的食物 經常吃的 有些苦瓜剛好的時候 我們就買些苦瓜回來 要不就炆排骨 要不就苦瓜炒肉絲 鶴切 要不就做潮式的 攪拌後就可以下水了 我這個時候不是下苦瓜 我是下水 我想多點水 因為苦瓜要蓋過苦瓜 所以水要多一點 後來會變成汁 對 我記得是這樣的藥 少不可以的 你待會再加就沒有那個味道了 現在在看節目的朋友 我想告訴你 我是第一次這樣看著阿太這樣煮的 你知道嗎 平時就是我們坐在這裡等吃的 我等它滾之後 我就會拿中火 炆它半個小時 對 半個小時 因為你大狗 半個小時之後才加苦瓜 半個小時 因為苦瓜已經煮熟了 不是熟 即是半熟 半熟 因為苦瓜太多 我就怕它太軟了 我看看煮的味道 滾了 三十分鐘 我現在就要下苦瓜 我看看可以不可以 顏色很漂亮 接著就下苦瓜 放進去 那要不要再開大一點火 老闆 是 師傅 我在這裡做糖邊 好 好 因為其實這麼大塊的排骨 你三十分鐘之下 還不夠軟 那你又不會太大火 那些汁又收了 又不行 所以接著 下苦瓜 放進去 就會熟悉那些汁 我現在又蓋上蓋了 等它滾 這裡 炆了苦瓜 就要二十分鐘 煮這個菜 是呀 炆的東西是這樣的 要有耐性 但是很好吃 又是這句 那是好吃 你真的很為食 你一等著吃 你炆東西多大 兩塊幾水台幣 吃幾餐 如果你兩個人 所以你這樣炆 你的涼瓜 不要切太細塊 一定要大大 一碗白飯 淋一些汁 放兩塊排骨 幾塊苦瓜 無敵 嘩 要蓋上蓋 我現在來做一下熱炒肉 等等 滾 好 滾得了 嘿 那又是中火 二十分鐘 好了 那現在炆就夠了 那我們先看看 登登登登 嘩 真是很漂亮 醬汁是多一點 不過這些要假日吃 醬汁多一點是不怕的 那好吧 可以上碟了 好 我來 這些粗重工夫等我做 當然你來 你走向前一點 這樣嘛 嘩 你看 先放下這裏 那邊 先放下這裏 先放下這裏 那邊已經有了 我現在去炆了 是大大件的 你看 不會散的 這個真的很好吃 不是開玩笑 當然正在看影片的朋友 你就不知道他怎樣吃飯 大哥 你真是不得 我來了 我來了 真是 做少許事你都會這樣 你真是 喂 你等一會 你看 你看 喂 你不要幫我這樣 你這樣扯著鏡頭 看就不會 我不會 看不到我的功夫 我不會 每個人都認識你 不認識黃宇敏 玩笑 你會多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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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多收拾 因為你待會要給人看 這個真的 這個碟是超大的 阿太真是 謝謝你 我想跟大家說 這個數目我已經吃了幾十年了 但是… 吃東西都不驗 是的 這次是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看著你煮的 嗯 那你前後搞這個 就搞這個蚊排骨 苦瓜蚊排骨 就剩兩粒幾宗了 前前後後加起來 我剛才計過的 你醃排骨就要二十分鐘 接著先蚊排骨就半個小時 接著放了苦瓜下去 再蚊又二十分鐘 那之前你醃排骨就要加了 加了 加二十分鐘 加二十分鐘 加三十分鐘 七十分鐘 即是你介紹的時候 我沒有聽書 那就這樣吧 二十分鐘 但是我們這個節目出門是十幾分鐘 那大家學不學到東西 套用現在那些匪國最終要說 你們想去吧 哈哈哈哈 不 如果不清楚 你留言可以留言給我 是啊 我可以答覆你 又可以 不是啊 那你很煩 你不要 下排 我都希望 每個人都 結果是我答覆的 你真是 找老鎮 你真是 好 那今天這個苦瓜蚊排骨 就做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 我們這個節目 逢星期六晚上九點鐘 在YouTubeMyRadio頻道首播 然後大家亦都可以重溫 希望大家支持阿太這個 育太家常菜 多謝 給多些like 還有分享影片 未subscribeMyRadio頻道的人 就麻煩你 快點訂閱 然後就按鐘仔 最緊要 讓阿太這個節目 多些人看 阿太就會努力做的 否則 做一季十多集就下班了 就這樣 拜拜